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某调解节目迎来一对老年夫妻,关大娘70岁,刘大爷90岁,据刘大爷儿媳介绍,关大娘常常半夜把老伴打个无心眼,而原因说不出口。 据了解,刘大爷半夜被打之后,家人劝嫁询问原因,大爷表示,关大娘嫌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家人听完也很疑惑, 这么大岁数了,还要信吗?随后,调解人与关大娘交谈,关大娘否认了刘家人的说法,她说,夫妻俩其实很幸福,俩人刚开始认识时,刘大爷的身体不好,没有生活能力。 关大娘表示,晚年了,两个人合得来就行,后来大爷身体恢复了,俩人生活得很和谐,生活中,大多数人认为,性只是年轻人的专属。 老年人已经没有需求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年轻还是年老,都有正常的生理需求。 很多时候,老年人只是身体情况不允许,无法进行体力消耗太大的活动,但需求是不会停止的。 一,年龄大的人还要信吗?美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性生活的频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50岁左右的人群,频率大约在每周五次。 65岁时,下降到了每周一次。 也有研究显示,老年人的频率虽然在逐步下降,但不会一下子就消失。 年轻时频率较高的人,年老之后依然比其他人高。 此外,我国也有调查数据显示,55岁到61岁的老年人中,53%的人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39%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月三次。 很多人都不理解,年纪那么大了,体力不支,器官萎缩,为什么还要进行夫妻生活? 殊不知,年龄不是束缚,欲望是人类感情,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身心健康的体现。 老年人适当行事,身体会收获四个意外惊喜。 一,可以加强幸福感,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维护家庭和谐,夫妻生活可以促进荷尔蒙的蜂蜜,给大脑带来愉悦感。 同时,夫妻之间的亲密肢体接触,也可以使不良情绪得到释放。 二,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止器官早衰和退化,长期压抑欲望,会减少体内吞食病菌和白细胞的数量,降低防御功能,抑制免疫系统,使疾病有机可乘。 三,可以改善激素分泌。 尤其对于老年女性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卵巢功能降低,此激素分泌减少,会使人看起来更加衰老。 适当的夫妻生活,有助于刺激卵巢,增强卵巢生理功能和内分泌功能,使精神更加饱满。 四,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夫妻生活需要消耗一定的体力,可以调节全身上下的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这对于平时不经常锻炼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二,老年人的夫妻生活不能强求。 虽然夫妻生活不能停,但由于身体等特殊原因,老年人要量力而为,不能强求,以免造成意外。 老年人进行性生活时,需要注意。 一,动作幅度和强度不宜太大,节省体力,时间不宜太长,以免体力不支,发生眩晕,头痛。 二,因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强求,不压抑,不过度,避免太过兴奋,使血压突然升高。 三,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老年女性来说,如果感觉干涩,疼痛,可以适量使用润滑油。 三,需求被满足,也别忘了安全。 当然,满足需求的前提是保证安全,尤其是预防艾滋病。 通缉显示,老年艾滋病患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性传播。 近十年来,我国老年人艾滋病患病人数增加了五倍。 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艾滋病感染人数3.7万例,约占25%。 其中,老年男性的感染人数比老年女性多,约占77%。 老年艾滋病人数不断上升的原因,一方面与老年人无处安放的生理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与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有关。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呢? 首先要正确使用安全套,做到洁身自好,尽量不要发生非婚姓行为。 其次,积极调整心态,培养一些有益身心的兴趣爱好,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交活动,丰富晚年生活。 最后,发生了高危性行为之后,要在72小时内使用暴露后预防用药,降低感染风险。 感染之后也不要遮遮掩掩,应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积极配合治疗。 如今,中国的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数以万计的老年人需要生理和心理上的理解,关心和抚慰。 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对老年人的需求带有偏见。 同时,老年人自身也要加强安全意识,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也要对自己和伴侣的身体健康负责。 一对夫妻再相爱,在同房的时候,这几个地方别随便亲。 四,再相爱,这两个地方也别随便亲。 一,脖子。 吸脖子产生的痕迹通常偏紫色,人们通常叫它为吻痕。 其实吻痕是由于皮下的血管破裂出血而引起的,属于常见的软组织挫伤。 简单来说就是脖子上的淤血,学名叫做机械性子斑。 在我们身上,分布着许多的毛细血管,它们形成了秘密的网状。 在吻脖子的时候,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会产生细胞尖列系,增加血管壁的透性。 红细胞就会溢出至真极层内,就会形成心间的红色痕迹。 脖子是个非常危险的部位,一定不能随便亲吻。 因为人的脖颈处有颈动脉痘存在,当颈动脉痘感觉到压力时, 会迅速将信号通过神经传导到心脏和血管,让其处于调控状态下。 这样一来,心跳的速度会随之变慢,大脑供穴也会因此而下降, 很容易让人因为大脑供穴不足而昏迷。 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引起猝死。 2.耳朵 除了脖子以外,耳朵也是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特别要注意不能对着耳朵猛亲。 情侣亲吻原是浪漫的行为, 但是两人太热情,亲嘴时间太长, 太用力就会造成副作用。 亲吻太用力会造成耳膜破裂。 以往,外伤性耳膜破裂大多是因打耳光所造成, 但最近发现,造成耳膜破裂的原因却是因为亲吻, 导致耳膜两侧羲压不平衡所引起。 耳膜破裂的原因有两种, 包括外伤性耳膜破裂及慢性中耳炎。 外伤性耳膜破裂的症状通常破裂处成肩形, 没有分泌物,耳朵会很痛。 而慢性中耳炎因为是渐进式恶化, 破裂处成圆滑状,耳朵会有分泌物,但不会痛。 两者都会造成听力受影响, 约丧失20到30分贝的听力。 但经过医师治疗后, 破裂情形轻者可自行愈合, 而慢性中耳炎就要开刀治疗。 情侣之间在亲吻时要克制一下情绪, 并非同一对情侣, 但都因与情人亲吻造成耳膜破裂。 两人耳膜破裂的原因不是因为亲耳多, 而是嘴对嘴亲吻太用力而吸破耳膜。 人体、嘴、鼻、中耳间有一条耳烟管相通, 情侣亲吻太过火时,会造成中耳腔压力变化, 因为压力突然变大变小, 使得外耳道的压力与中耳道的压力不平衡, 最后造成耳膜破裂。 当骨膜破裂后, 会让人产生耳鸣耳痛的症状, 严重地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日后的听力。 5.如何快速消除吻痕 如果不小心在身上留下吻痕, 通常需要7到10天才能让它们完全消失。 但是如果脖子上出现这个痕迹, 工作或者某些场合都会有些尴尬, 那么如何消除这些吻痕呢? 1.吃点维生素C 维生素C可以让血管更富有弹性, 还能加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帮助伤口更快愈合, 促进受伤组织修补, 还能加快对含铁血黄素的吸收。 2.冰敷 当出现吻痕时, 要尽快用冰敷, 可以用冰袋或者冰过的勺子来放在吻痕上, 还可以将冰块用毛巾包住来敷在吻痕上, 敷的时间最多为20分钟, 然后暂停几分钟后再敷。 3.适当按摩 吻痕其实就是淤血, 适当按摩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加快消除吻痕的速度, 有效缓解严重的吻痕, 但是要注意, 按摩时不可用力过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夫妻生活需要注意的地方, 需求满足的同时, 一定不要忘记安全,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欢迎订阅您的关注, 感谢观看